在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文联主持下 金融市议会召开临时会预备会议 针对即将在8月1号召开的临时会会议议程 报告事项及专题考察等听取议员们的意见 其中在报告事项部分 除了上个月刚结束的2022城市博览会执行成效外 议员们最为关切的包括金融捷运沿线各站确切位置 以及协和电厂世界争议 要求金融市政府清楚说明 今天是本会第22、23次临时会的预备会 那今天出席人数还是相当踊跃 那大家针对的最主要的议题 就在我们捷运站的设站 大概的详细情况 因为上一次在定期会当中 没有讲述的非常的明白清楚 那试过已经好几个月 那有议员还是提出来说 在这次临时会的报告事项里面 能不能把它阐述更清楚 那第二件事就是大家所周知的 就是我们为了要能源的问题 四接在我们金融现在是非常热门的这个话题讨论 所以今天最主要是由于这两个比较属于公共政策的议案提出来 那有关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是我们体育场啦 这一些的相关的这个议案 我们还有很多议员陆陆续续提出来 那最主要就是在于我们的捷运 还有我们的世界方面 可能会借这一次的预备会做一个详细的讨论跟询问 希望是这种能做很明确的来做阐述回答 另外审查110年度决算报告也是这一次临时会的重点 将针对金融市政府市政推动的相关缺失进行检讨 而在疫情区缓下 金融市议会方面也取消上市人员出席定期会 需出示PCR阴性证明等规定 不过议长蔡王莲还是呼吁大家做好戴口罩等防疫工作 顺利完成监督市政维护市民权益的工作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